另外强调人体的健康保持碱性体质是有很大关系 那么更重要的是想借由吃碱性的食物来中和酸性体质 必须要多吃四倍的量才有效 面对像这样的情况 民众该如何聪明的摄取到高浓度的碱性食物呢 我们特别推出了乐活好健康的单元 要请健康的养生专家来做详细解说 免疫系统功能下降该如何预防 身体老化速度越来越快该怎么保养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乐活好健康单元 那么首先还是要感谢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因为你们的email跟来信都特别踊跃 就是大家对乐活长寿跟健康都有一个相当的共识 那么其中也有一些民众他们特别提及 就是最近发掘市面上有很多的梅子产品 包括梅子液 梅子肝 或者是梅子浓缩颗粒 那么到底梅子的功效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请到了乌美肯的健康养生专家 Jennifer来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欢迎Jennifer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很多人认为梅子因为它的味道很酸 所以认为它是酸性的食物 但其实呢 它是一种特好的碱性的食物 人在正常状态下 人体血液呈弱碱性 总是使用肉类啊 米等酸性食物或内脏功能卷热的时候 体内变成酸性 肩膀硬 头痛 疲劳等症状大都是使人体体液呈现酸性的结果 为治疗这些症状呢 需要用碱性食物来调理 平衡 比方说 当摄入酸性食物的糖100克的时候呢 为了调整酸碱比例 需要摄入440克的胡萝卜 或者750克的萝卜 但换成梅子浓缩液 只需两颗就可以了 梅子浓缩液呢 是健康的伴侣 它对疲劳 肠胃不舒服 有特别的功效呢 因为它是碱性的食物 更多人关心的就是 为什么我吃梅子之后 皮肤变好了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梅子中呢 有丰富的有机酸 有机酸呢 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 让皮肤更漂亮 更年轻 更有光泽 比方说粗糙的皮肤 由于内脏问题加上缺钙 往往导致皮肤粗糙 梅子浓缩液的柠檬酸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呢 是粉刺 内脏问题和便秘 不眠 都是大敌 也需要注意过度受螺酸性食物 梅子浓缩液起到保持碱性 防止便秘和不眠 第三呢 是黑质 黑质原因很多 但是呢 内脏问题和肝脏出现问题时 可能性最大 梅子浓缩液中的苦味酸将这个问题解决 另外呢 梅子里边有丰富的胃生素C 它可以防止胃生素C的破坏 而且呢 帮助我们的人体更好的吸收钙 比如说 怀孕的孕妇呢 很想吃酸的食物 这个呢 是在孕妇里边的胎儿呢 就是缺钙的一个不好的信号 所以呢 就是吃了梅子 可以帮助人体更好的吸收钙 到底梅子有哪些功效 由西方的科学来讲的话是有哪些 在世界上长寿已有名的地方呢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些地方的人呢 都喜欢吃酸的食物 在酸的食物来说 西方有柠檬 东方有梅子 尤其是梅子呢 有丰富的有机酸 梅子里的儿差酸 具有增强肠道的活动 消除肠道炎症 停止腐蟹功效 还有苦儿酸 提高肝功能 对饮酒 吸烟 过度疲劳 引起乏力症状有特殊的功劳 人在旅行中 由于水质的变化而遇到腐泻现象 其原因是水质和大肠菌等所致 腐泻后 水瓣脱水现象 体内营养供给也出现问题 身体感觉乏力 这时吃梅子 可起到预防和治疗的效果 因此 旅行的时候 携带梅子浓缩颗粒 肠内不舒服 消化不好 还有过度疲劳的时候 服用梅子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对抗老化还有皮肤好很有帮助之后 其实更多人想问的是 因为梅子一颗非常非常的酸 有时候吃一颗头皮就发麻了 怎么有办法摄取这么大的量 这时候该怎么办 在2000多年前开始 中国把梅子当作一个重要来广泛的食用 中医上的主要作用是清热 解毒 消炎 解壳等很多作用 日本吃梅干 像米饭一样吃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长寿的国家 它的背后是梅子的主要的功劳 五美肝浓缩颗粒是采用先进的浓缩技术 从100%天然梅子中提炼出其50倍的精华 为了让你使用更方便 五美肝采用独特的药丸技术将梅精制成碗剂 这次新商市全新改版的梅子浓缩颗粒中含有三药 更容易适合给全家人一起享用 并得到梅子水带来的神奇的功效 所以过度的疲劳 胃畅不舒服 晚上睡得不好 想更有精神 皮肤变得更美丽的人 应该使用50倍浓缩的梅子浓缩颗粒 可不可以为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所有的功效还有哪些那么其中的效果是什么 梅子它有很多的功效 但是市面上做的梅子只是一粒一粒的梅干 但是一粒一粒的梅干是它的味道太酸 你不能一下子吃很多的梅子 但是50倍浓缩的梅子 你可以吃很多很多量的梅子 而且适用非常的方便 梅子的功效是如下 第一是美精调和酸性体质 第二梅子具有分解硫酸的透视功能 对高血压 动脉阴化的预防有特别的功效 第三是梅子促进大肠的活动 通过通便和体内有害物质的分解 促进新陈代谢 创造皮肤美容的最佳身体条件 第四是梅子中的柠檬酸 可完全分解和排除体内疲劳物质 从现在开始用梅子来保护你的身体 让你变得更健康 更年轻 好 谢谢Jennifer 观众朋友今天Jennifer特别为我们在梅子 她有哪些功效上呢 其中包括所谓的抗老化 包括保健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为 她有轻肠胃的功效 所以呢还能够帮你排毒哦 那么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其他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上乌美肯的网站 来查询其他的相关讯息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乐活好健康的单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